说起非洲,大家对它的印象,可能停留在天气炎热,极度血水,环境恶化,治安混乱等问题上。 实事求是,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,非洲的确存在著很多问题,经济发展也相对比较滞后。 我们普通地区夏季的食物,都很难储存,没有冰箱的话不知道得倒掉多少饭菜。 但非洲的经济情况,却无法做到家家户户,都有一台电冰箱。 对于它们大多数人来讲,能够有充足的水源和食物,就是莫大的姓氏了。 那么好不容易取得的食物,它们又是如何储存的呢? 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。 今天小编要介绍的就是非洲本土的土冰箱。 据报道,这位年轻的非洲小伙穆罕穆德巴埃巴,为非洲生活的居民量身,打造了一款土冰箱。 成本很低,而且不需要电力供应。 可以说是,价效比相当高,虽然不是我们平时用的电力冰箱,但它的保鲜功能,却可以和冰箱媲美。 如果没有深入了解它的功能,单从它的材料和外形看,会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陶罐。 阿巴能够制造出这个陶罐,也是因为它从小经历非洲缺水干旱的生活,以及食物储存的困难性问题,才能够针对非洲具体情况,发明出土冰箱。 陶瓷的导热功能,很好地解决了电力不足的问题。 陶罐的温度,可以被水控制在20度左右。 陶罐采用的泥土,是非洲最常见的。 制作技术不困难。 材料也容易获得。 仅仅15块钱就能买一个。 对于非洲人民来说,简直是一个福音。 每次一制作出来都会被轰抢。 简直是供不应求。 月销量可以达到7000台。 阿巴也成功因此发家致富了。 宣告。 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资讯之目的。 若有来源标注错误,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。 请作者持前署证明与本网联络。 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。 谢谢。